你 你在这儿干什么 我来给你准备惊喜啊 什么礼物啊 这么神神秘秘的 还要藏在我的房间里 来 厨子 在这儿干什么 我来 厨子 最后还没落后 这儿干什么 是不如是 这儿的 十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回答 我回答 春子 夜会厅那边催我们快点过去了 我们快走吧 哦 好啊 走吧 这些花儿都是你的 转发 转发 小子 谢谢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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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本怎么来了 你帮我点一杯酒 我去一下洗手间 一会儿就回来 各下 好 左腾将军遇害了 好啊 我在他的办公室里 发现了他的尸体 什么人看的 有没有怀疑目标 根据推断 左腾将军的死亡时间 不超过二十四个小时 我询问了军政厅 在这期间 所有当班的事关 有人看到最后一次 出现在左腾将军 办公室的人 是叶冲 马上找到叶冲 验证你的怀疑 快 是 父亲 公本怎么来了 有些事情 我得出去一趟 你在这儿等我 叶冲去哪儿了知道吗 他上卫生间了 出什么事了吗 没什么事 也得小事 你好好玩 可是我看公本的 不得 军哥さん 我天酒杯 我没得到 叶成 明天我会在宴会上 拿到所有的情报 你按照约定的时间 在酒店后门的巷子里等我 如果我出了什么意外 我会开枪掩护你车腿 在酒店一楼的洗手间里 我会放有备用情报 你拿的情报号 第一时间交给池州 发给组织 住手 走 将军 你怎么会在这里 叶初杀了左堂将军 我怕他会逃跑 所以 这就是你要给我的结果吗 叶初杀 他肯定藏有重要情报 带走 是 伍伍伍伍伍伍 怎么回事爸爸 这就是你给我的惊喜吗 看来你的叶少佐 选错了路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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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哥 冲哥有人陷害你对不对 爸爸 这是我误会 还要相信他吗 你让我调查 我一定会调查清楚的 冲哥 冲哥 有人陷害你对不对 你快跟爸爸解释啊 你快说 公本 说话呀 拿回去审 公本 公本是你对不对 公本 是你对不对 我告诉你 你陷害叶冲的 公本 我告诉你 你要是敢碰叶冲 我消不了你 爸爸你怎么能相信公本呢 爸爸 我求你了 你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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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 追 冲哥 冲哥 你怕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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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白 所当就是我杀的 宫本军 你先出去 1937年你回到中国 从那时候你就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了 是 这不是我对你的教育 为什么 你根本不会明白的 叶冲 你既然如此地爱你自己的国家 你应该让他在大东亚共荣圈里面 繁荣发展下去 中国 只可能在中国人的手下变得更强 虽然现在日本看起来很强 但他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你们心里清楚 多年轻人 选择了错误的道路 但他们还是希望 他们心里的那点幻想能够得以实现 你就是这样 我之所以愿意跟你说这些话 是因为你和我之间 不仅仅是上级和下级的关系 从小把你养育的 在我的眼里面 你就是我的儿子 我不是你的儿子 你救不了我 我也根本没想着要活着出去 别再费心思了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秋辰 好 秋辰先生 兄弟还不走啊 再等会儿 走了 好 慢点儿 姑娘 我这儿要收摊了 你还要等啊 麻烦您再等我一会儿吧 行 谢谢啊 小庄哥 叶冲怎么没来啊 哦 他没事 他还在执行任务 可是他说过 他会来送我的呀 现在没时间等他了 你立刻带我去见职城 我有重要情报要给他 小庄哥 小庄哥 你跟我说实话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我说了没事 你怎么这么烦呢 任务完成不了 有事的是咱们 走不走啊 少爷 何小姐来了 他 迟大哥 这是叶冲的好朋友 小庄哥 是叶冲 让我带他来见你的 您好 职城同志 我是林小庄 你有什么事 我是叶冲的副手 之前一直是我 在用电话和你们联络 你说叶冲一直在联系我们 对 叶冲就是秋缠 何英 你先出去等我 我有点重要的事 要和迟大哥聊 好 老魏你送一下 走吧 好 秋缠是在上海 接受谭祥的派遣 当时叶冲并不知道 等待着自己的人物是什么 直到青泉上野来到香港 组织在重新找的叶冲 让他查清清犬背后的计划 六月二十八日 开始实施计划甲部分 具体发射时间待定 一二一四三一二 你怎么了 其实叶冲已经暴露了 是他在暴露之前 为了撇清我跟他的关系 才故意向我开枪的 他现在在哪儿 应该在军政厅 陈长同志 也要保持人 但是叶冲这次冒死送出的情报 和日本人背后的计划 有着非常重要的联系 我们必须马上传递给组织 是 陈长同志 我知道这件事情 对你们来说有点突然 叶冲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才这么计划的 因为这个情报实在是太重要了 如果不是万般无奈 他绝不会做这样的决定 他对组织提出的最后的请求 就是护送何英安全离开香港 情报和何英 我就交给你了 我现在必须马上回到医院 不然日本人会起疑心的 我想办法再联系你 少爷 你会相信 叶冲就是求缠吗 我选择相信他 请 清泉阁下 请 叶冲家里没人 何英也失踪了 我派行动队在全城搜捕 清泉阁下 我想请问 叶冲为什么不在审讯室 我已经派人把他送回日本去了 还有佐藤将军的遗体 您怎么能这样啊 我对叶冲还没有进行审讯呢 他已经承认了他的罪行 所以我们有责任把他送回帝国的法庭 这是他应有的下场 我们抓到这个秋缠 不就是为了抓出他背后庞大的地下党系统吗 是 你的问题太多了 知道我为什么会看重你相信你吗 是因为你的忠友 你就应该不折不扣地执行我的命令 你所有的思考我都已经替你执行完了 功本稍错 我已经看错了叶冲 我不希望再看错你 我相信到现在为止 你仍然是我身边最中庸的战士 小枫 清风 事情办妥了吗 放心吧 我已经成功地把和英送出了香港 广州那边会有人来接应 好 知道叶冲关在哪儿了吗 他已经被清泉商也送回日本了 情报已经发出去了 组织上有没有回应 组织上让我们搞清楚清泉的具体计划 现在没了叶冲 我们真的很难从日本人那边得到什么消息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清泉他到底想要做什么 可是我们如何入手啊 你还记得上回那些数字吗 那些数字又能说明什么呀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那些数字代表着上海 上海 一二一四三一二应该是上海的坐标位置 而且你们知道吗 清泉今天找我去聊船用公司的事情 目的地也在上海 那情报上提到的发射 会不会就是空袭 清泉动用你的船 会不会是想运送武器弹药 我不知道 老魏去替我收拾一下行李 少爷 你要去哪儿 去上海 去上海 小庄 这是一份明天的报纸 明天早上 包同会把他送到香岛的大街小巷 叶冲被抢决了 你会不会和纯子一样感到非常地伤心 其实你因为他 差一点也丢了性命 知道吗 是 你也会不会很快 你也有什么 你会不会和纯子一样 你会不会和纯子一样 你会和纯子一样 他不就是 被你看出来了 所以你是聪明的 小庄 毕竟你是清泉家族里面 出来的孩子 我应该对你一时同仁 可是 作为一个年轻人 有一些经历 未必是一件坏事情 朱氏会社的工作 我会替你考虑 明天会有一份公函 送到你这儿 也许 想到这个地方让你伤心了 你应该换一个地方 叶崇 这都好久了 你也不过来找我 我特别想你 不过你放心吧 你交给我的那些东西 我每天都在复习 我就等着 每天你来了 我让你检查 你答应过我的 为什么 你们来打架 我都在想 你不过我 我来打架 想到你去 我回答复了 我会没办法 你不要打架 你不过我 我被 只希望从今天开始 在以后的日子里面 你会尽可能地快乐起来 不可能了 原来的清泉淳子已经死了 但是作为您的女儿 我有责任为您完成一切 您需要我完成的认为 蠢子 对付一切与父亲为敌的人 清泉为什么会派你去上海 与其费尽心思 去猜一个我们永远也猜不透的人 倒不如将计就计 我知道清泉不可能信任我 所以派我去上海 一定还有什么别的原因 他会不会是在试探你 他不会为了我耗费这么大的精力 我是在想 我对他还有什么剩余的价值 小张这样 我跟你一起去上海 不 职场同志 你需要留在香港 这是松原酒店的储物贵钥匙 里面有一台发报机 是伯恩留下的 叶冲对他进行过改装 现在香港已经被全面监听 新锋里 是叶冲留下的电讯科 雷达工作周期强弱的时差表 和所有他找到的覆盖信号最弱的区域 你一定要小心 你什么时候出发 今晚就走 随行的还有清泉的心腹 清目应助 随我在上海的行动 应该不会太自由 小张同志 你一定要小心 放心吧 迟大哥 一旦我查出了 这个计划里的内容 还需要你来向组织传递 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老板 还有房间吗 岳岳 您几个人住啊 我一个人住 麻烦给我一个靠街道 带窗户的房间 好 把你资料写卷点 名字写清楚 写到这上头 登记一下 206 靠窗户的 晚上睡觉呢 有点吵 你要是不习惯的话呢 你就跟我说一声 贵一点的 一百块钱 谢谢 叶冲深知 自己在行刑前被清泉释放 并非他念及旧情 清泉一定觉得自己还有利用价值 叶冲决定与他周旋到底 别动 胆子不小啊 敢在这儿出现 带走 是 谢谢长官 说吧 他去了上海 我 我是不是也可以动身了 等等 赤绳的船准备好了没有 都准备好了 三天以后出发去上海 牟左将军 已经将上海方面的部分 全部都安排妥当了 他去了上海就说明他相信 我们故意透露给他的那些消息 去寻找他的上一级组织 是 阁下 您确定叶冲 会带我们找到上海共产党的老巢吗 能不能找到他的共产党老巢啊 那也靠我们的能力 尤其是清暮军 你的能力 是 你们这帮废物出去 是 有一些事情 我很想知道真相 想请先生为我答疑解惑 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个在 日本被执行了枪决的人 怎么会突然间出现在上海呢 你现在这个样子 像极了坦香 聊聊吧 久展 请 前段 我 � 我 一 出去 葬 我是封长庚 代号037 邱禅同志 同志 同志 谭香还没来得及介绍我们 他就已经遇害了 你已经为谭香报仇了 为什么还来上海 你在日本人那儿已经彻底暴露了 你知道吗 上海认识你的人那么多 一旦被人发现 那你就是死路一条啊 我来上海 就是为了等待谭香派遣给我的 那个秘密人物 他说过 那是一个非常大的计划 而这个计划 现在的执行者就是清泉 我在偷来的情报上 发现了上海的坐镖 而且情报上 说了这个月的二十八号 会有一次发射计划 我们必须要阻止这件事情 谭香说的这个秘密任务 和日本人的这个计划 有什么关系吗 谭香早就已经猜到了 日本人会对中国的战场 部署一次军事计划 而清泉 在东北秘密基地的时候 就一直在用秘密电台 跟上海取得联系 谭香查这个电台 已经查了很久了 需要我为你做些什么 帮我找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 还有一个电台 好 我来解决 还有一件事情 帮我联系一下 谭香的机认者 好 我来解决 还有一件事情 帮我联系一下 谭香的机认者 一切都在您的计划之内 叶冲到了上海之后 他的组织找了他 我总觉得这件事情 有点过于简单 清不觉 去一趟上海盯死叶冲 还有那个警察局长 他们见过什么人 去过什么地方 最好包括他们说过什么话 你都记录下来告诉我 是 这趟生意 我已经安排小庄去了 怎么利用它 你应该清楚 是 淳子 他的情绪有没有好转 还是那个样子 我经常看到他 一个人在哭泣 但是 他一直在按照您的指示 在不停地工作 想来想去 还是觉得这里最安全了 谭香遇害后 这儿就没人住了 只有老栗 每个月回来打扫房间 这是谭香留下的 这是房门的钥匙 老历那儿还有一把备用的 到了吃饭的时候 亚和旅馆的伙计张会来送饭 他敲门的频率是三长一短 听清了才开门 好 大多数被警察拒绞后的电台 都送去了特高科 这是我偷偷留下的 我做了基础的屏蔽 安装了雷达 应该好事 你吩咐的我都做了 还有什么要求吗 谭祥说 你是一个不解风情的大老粗 可现实生活中 好像并不是这样 还是别说我了 说一说你下一步的打算吧 我必须要找到 在上海 跟清泉联系的那部电台 又是大海老阵的事 离你说的发射时间已经很近了 还来得及吗 你的事情 我已经向上纪汇报过了 上纪也觉得 东北基地那支消失的秘密部队 可能跟这件事情有关联 希望我们能尽快地 查找出他的下落 叶初 我很担心日本人哪儿 放心吧 我现在已经是一个死人了 我相信 他们不会对一个死人这么设防的 别担心了 好 五零六 楼上抢 谢谢 老板 给我两个挨在一起的套件 好 要住几天 有什么其他要求吗 好 稍等 稍等啊 两个套件 楼上抢 都在上面写着呢 小长 快快快 两个套件 赶快的 好嘞 好好复事啊 先生 我来吧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我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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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